我们今天去海洋广门一下 现在是刚刚停好车 周末的时候在这在这停车 你买那个票的时候 他会让你选九刀随便停 九刀停一天 周末的价格 周一到周五是没有的 周一到周五你只能 要不然就是交他那个全价22块钱一天 要不然你就得自己找地方去停 买那个门票的时候 他就会让你问你要不要买票 买那个停车票 就在这个 停车场就在这 据说走过去只需要三分钟 这个地方 这个停车场巨大 有十层 门票呢是原价是四十多 concession是三十六 一张concession就是你 你如果是学生啊什么的 他有些条件 学生呢或是你有什么healthcare那个卡 都可以有优惠 小孩两岁以下是免费的 我们是头天在网上订的 在网上订的票 现在正在往那边走 往那个海洋馆走 这些都是有停车的 但是就是很贵 你周末到city来 自己开车比较划算 基本上都停车场的话都是八九块钱 但最好你先在网上把那个停车票买好 因为坐公交往返也要接近十岛 两个银就是二十岛了 还没有开车好 在这儿到了 C life 排队了 在网上买过票的就Propay的 然后这个是年卡的 这就是线 旁边那个是现买的 我昨天是在网上买的票 所以就直接用电子票入场 这还挺多的 对呀 他当下那个拍照那个是要钱的 他可以给你拍那条照片的话 你是要钱的 对啊 我们来的这点呢是Easter当天 所以人非常的多 我儿子呢不到一岁 他对于这种人很多又很嘈杂 然后灯光又很暗的地方呢不是很适应 所以刚一进来呢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很开心 然后还有点哭泣泣的有点闹人 我建议大家如果带孩子来玩的话 尽量不要选择这种大的节假日 公共假日 可以选择平时的周末来 可以 这个进来之后呢就是第一层的情况 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去 一楼一进来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就餐的区域 这就好像一个投影屏幕一样的 投的一些水母在那个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人是很多的 另外孩子如果很小的话 他在他的小推车里面 实际上他是看不到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们就拿了一个背带 把他这样子背着 这样子他才能看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其实水族馆这种地方 还是适合带点孩子来 最少要两三岁以后来 他也会走了会跑了 然后他也会去看一些东西提一些问题吧 这样的话更有意义 一岁以下来的话就 我觉得有点早 基本上就是看个热闹吧 这是我觉得这个水族馆最有意思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圆形的玻璃 这个人是可以进去的 人的头就这样子 从下面钻上来 我觉得很好玩 他这个设计 然后他后面还有好几个 这样的像鱼缸一样的地方 你都可以把头伸进去 但一般人家是小孩 进去这样子看 让你更好的能够看旁边的鱼吧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有意思 这个Sea Life的水族馆 从外面看很不起眼 但你进去以后呢 它里面有三四层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如果你们进去玩的话 如果边走边拍 边走边拍 然后仔细好好地看的话 可以在里面待三到四个钟头 所以大家在安排时间的时候呢 可以按照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来安排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来到了二楼 这是二楼的一个情况 下面他们在看的是一条巨大的鳄鱼 非常非常大那个鳄鱼 大家看一看吧 这个鳄鱼大不大 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那个在左上角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头伸上来看 好 现在我们继续走 这块有一个假鳄鱼 小孩可以挤在上面拍照 那个尺寸应该是跟下面那个鳄鱼 差不多大吧 这个角落呢 就可以带孩子在这儿喂奶啊什么的 或者吃点东西稍微休息一下 也可以看一下窗外这个city的景色 我们就是在这儿给孩子喂的奶 挺方便的 你要进去吗 你要进去 你可以按这个前面这个小的那个 这样子 去吧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又从这儿钻出来了 我钻了好几个这个玻璃罩子 觉得挺好玩的 继续往里面走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猪配起合影的地方 它是有时间段的 这个盘上面就写了有几个时间段 你必须在这几个时间段里面来 来合影的小朋友还挺多的 不过拍的速度非常快 这是啥呀这个 有乌龟 哇哦 我们就是往钻走了 现在在墙上的小钢 里面就是那些小鱼 小虾呀 哦 看到了 小螃蟹什么的 还有还有蜗牛呢 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 哦 不是恶语吧 像这种大点的小孩 三四岁呀五六岁的小孩 来就比较合适了 我觉得 像这样还在抱着的小宝宝 我觉得有点早 到了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整个Sea Life 最精彩的地方了 这块确实很漂亮很好看 之前下面那些 我觉得就差点意思 这天来除了人太多以外 真的没别的毛病 这块酒确实非常漂亮 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 多花一点时间 是哪些 这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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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